字財TV 港股走勢告訴你 昨天美股上升101點 所以大陸今天港股方面高開 高開126點 不過之後走勢回軟 試過倒跌 下午有買本級 大肆做好 行跡方面收市價20973點 上升133點 成交方面減少少少 剩下539億 今天大肆是連升6天 究竟走勢有沒有力再上 好 看看圖表 看看走勢圖 今天大肆走勢方面 你發覺下到低位 上午回軟 下午做好 下影方面也挺長的 所以今天走勢 有下影長的陽線 比較早1、2天 走勢是怎樣 因為之前這些全部是黑色線 即開的階段價格高 收的價格低 那就叫做高開低收 今天來說 起碼升的階段來說 比價格收市價和開市價都高了 今天的收市價是20973 開市價是20966 換我來說收市價高的開市價 高多少點呢 高7點 所以你見到實心體較為短些 不過在低位上插高 為之正面 你說是否開始在指標上上 暫時來說都未到指標階段 你要再等 等什麼 等一條有明顯的陽線 什麼叫明顯的陽線 就是這些 這些就是明顯 有明顯的陽線 再向上走 加上升破 效應上就好很多 加成交量的配合 你說走勢有沒有機會做好 其實機會上是有的 因為你見到平均線升破了 另外MACD 你看看 MACD這部份來說 你發覺出現了什麼狀況 雙牛訊號 主線在0的樓上就是牛 它的副線的柱狀圖 都在0的樓上也是牛 雙牛訊號 是代表正面的 再加上看一個周線圖 周線圖來說 一般看中線是少的 你見到現在來說 都有機會隨時怎樣 你見到兩個走勢狀況 這個紅色的 10個星期加拳 這個藍色的 一個20個星期加拳 兩條線夾搭著 隨時的機會再爆上去 還有我們的MACD也是 MACD來說 你見到這個主線 開始接近0的狀況 它的樹狀圖都在0的樓上 這部份都等待一個配合 所以現在走勢來說 其實在一個日線圖也好 周線圖也好 都有機會出現 不過現在等一個大陽線就好些 你說個別股票的表現會怎樣 有沒有留意一下 這些藍籌股方面 都有 留意一下這隻 2038 2038 有些人覺得就不太好 因為早前有些負面新聞 這個叫做富士康國際 所以你見到之前的股價來說 由8元樓上跌下去 跌到只有4個多 富士康國際 從事一些移動電話系統 和一個移動電話的生產業務 近期你看到它 底位方面也形成了 現在有10天的加權平均 跌到20天加權 所以你見到這裡有底位 有動力 通常我們所謂有底位有動力 是比較好些的 今天的價位方面收市價 5.41跌了90% 跌了0.9% 成家方面 6千萬左右 現在來說它回下來 但回下來之中 它在這裏實心體一半 有一個承接 向上 留意在這裏 回下來 在之前實心體一半 站穩有一個反彈 這個沒有破壞走勢的動力 所以現在來說 可以回到一點 再駁去一個反彈 有一個空間 可以看到 而且它早前跌下來 你看到它的階段 8元樓上跌下來 到現在這個階段 反彈到上面 6.10元 這個範圍 就是到這個目標 所以這裏來說 空間上怎樣 都比較多些 這個來說 有時候我們留意 股票 希望便宜價買入 相對怎樣 就好些 我們遇到這幅度 所以大家留意一下 這個股票 是一個有動力的 股票的例子 大家留意這些例子 低位有底 還有動力向上 這樣的分析方法 大家留意一下 近期股市有機會做好 有些股票來說 有些直博率 有些藍售股票可以考慮一下 多點看自裁TV 有好處 明天再見 拜拜 拜拜